王冠和曼达洛人7月13日获得电视最高荣誉爱美奖提名最多 HBO和HBO Max以130项提名领跑所有电视网 Netflix公司以129项提名紧随其后 最佳剧情类电视剧的竞争者包括英国皇室剧王冠 获得24项主要提名 Netflix出品的古典爱情剧《不理其顿》以及LGBTQ剧《姿态》 星球大战续集曼达洛人也获得了24项提名 Apple TV的喜剧泰德拉索获得20项提名 该片讲述的是一支由美国人执教的处于劣势的英国足球队 最佳喜剧类剧集的竞争对手包括谋杀悬疑剧《空姐》 和讲述一位资深女性喜剧演员故事的《黑客》 由凯特·温特莱斯主演的犯罪故事《东城梦魇》和强暴剧《我可以毁灭你》 将在最佳限定剧角逐中激烈竞争 另外还有创新的超级英雄剧《旺达幻世》 该片获得了23项提名 颁奖典礼将于9月19日在洛杉矶举行 由艺人赛德里克主持 此前艾美奖颁布了新的评选规则 从2021年起任何提名奥斯卡的项目将无法参与艾美奖提名并且获奖 新规对于部分纪录片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例如国家地理频道打造的徒手攀岩 因为既在运线供应又在电视播出 所以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还获得了7项艾美奖 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出现 同时这也对Netflix等流媒体 以及电视网打造的影片纪录片造成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